你在說什麼 孔流 又遇到下雨算什麼呢 我們一樣還是活力飾足 充滿動感 我記得我第一次試到Couga改款的ST Line 我們就是在平林山上 那天也是從晴天拍到下雨天 所以今天下雨是誰的錯 是我的錯嗎 好啦 但是我今天試到180旗艦呢 我覺得難怪 好像今天也是從晴天拍到下雨天 因為以KUGA來講 我之前面對很多的車主大家分享 ST-LINE賣的非常好 E80基本上也賣的非常的好 為什麼呢 我發現是我們生活上要用的所有配備 它通通給你了 Even我現在把它開到山上 你會覺得這動力也很夠用 不只夠用而且你還覺得有爛的喔 方向盤大概就是一圈半 所以直向性好 在山上我開我也可以很有信心喔 我先來講講今天市區 我跟林鴻斌試駕的一個感受囉 輕快是有這個感覺 而且你會覺得車頭變輕 你家喻起來呢 也還是蠻有信心的 第二件事情是呢 我們到高速路段了喔 Colpilot 360這個厲害的狠角色 我們今天呢 隨手信手你來 輕輕兩三下呢 我們就一路這樣跟過來 開車也非常輕鬆 但是到山上我自己開的時候 你以為我剛剛倒車 這個360度環境啊 一下子我只要倒車就可以看到 四周所有的狀況 所以我倒車也很沒壓力 可是我剛剛到涼亭啊 我想買杯咖啡 你知道嗎 我在倒車的時候 有一台Taxi靠近了喔 它那Sensor非常敏銳 它是直接有點介入了 就是讓我可以注意到後面有車 而且它有警示音 再來就是超速啦 超速這件事情 隨時都不答應你超速 我在儀表板上看到 我在我的前方HUD也看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生活上要的一切 它通通都給啦 好那很多人就會說 那180旗艦 跟180旗艦X差在哪裡呢 很簡單 旗艦X呢 第一個它多了四眼的雷達 and 車頂的行李架 還有呢 車側門板有了鍍鉻四條 它還有車室的氣氛燈 儀表板變更大了 也就是從旗艦X開始往上 都是12.3吋的 全數位儀表板 但我6.5很差嗎 我剛開我覺得很不錯 難怪它賣的那麼好對不對 你有需要到那麼多配備 你就往上再買 但是基本上我今天是180旗艦的 真的讓我歐落到的待機 尤其是我今天到山上之後啊 我的車速不快的狀況下 非常的有力 一路這樣蜿蜒上來 然後旁邊坐的乘客 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如果車速再快 欸 巴速耶 巴速這件事不是簡簡單單的事情 其實你的轉速一拉上來 整個車子銜接上來 再加上它扭力26.3公斤米 所以整台車180匹馬力搭上去 我覺得跟我過去試的250匹 我本來預期要差很多 但我後來發現 180可能更適合一般的家庭使用 因為你要通通給你的動力也沒少太多 而且開起來還很夠用 還有早 這是我們今天試駕的心得囉 好啦 那如果你要買KUGA的話呢 因為過去有很多車友常常在交流 現在KUGA跟過去的這個編程稍微有些不同了 頂規的旗艦呢 你可以往上買那個名字叫 Veganale Italian Man 可以回頭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And 如果你喜歡250還有ST Line的話 其實配備都非常的滿 而且車子很濃感 開起來有B&W的操控感 那也可以看我們試駕影片 And 我覺得180旗艦在今天呢 有點讓我改觀了 它不只是好用 而且之前童哥說他要買KUGA 他覺得買180就好 大家或許可以考慮看看喔 嗨 各位跨車小銀家們 看我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比試駕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街大銀家吧